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 有一个奇葩的老头 他当过土匪 也做过和尚 徐悲鸿说他是500年来第一人 但他也是第一造假高手 他就是张大千 那今天啊 我们就先来讲一讲 咱们这个高手造假的故事 当时上海的地痞大王呢 叫做程林生 他很喜欢清代一个大画家石涛的画 有一天 一位这个古董商 就拿来了一张石涛的画 要价万元 但是程林生一时拿不定主意 于是呢 就叫来了张大千 张大千看了之后说 这个是我的玩笑之作 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于是呢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但是没过多久 这一个古董商又回来了 他告诉程林生说 说张大千愿意出价一万二 把这张画手了 当时啊 这个程林生就非常的生气 以为张大千骗了他 想把这张画呢 这个自己据为己有 于是当即出价一万三 把这个画给收了 那么这张画到底是谁画的呢 正是张大千本人 其实这样的事发生在张大千身上 真的一点都不稀奇 因为在那个年代 几乎所有有名的大画家 张大千都能够画个八九不离十 所有的画家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可能都是从临摹开始的 只不过张大千的临摹真的是太像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外的博物馆呢 开始收藏我们中国的字画 如果发现这个当中有张大千的收藏 他们就会很害怕 因为这张画极有可能就是张大千的仿造品 我们现在平心而论 仿造字画可能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儿 但是张大千的造假并不只是为了收入 我想更多的时候那是一种自我的成就感 更是一种对于古人的挑战 有人说张大千庸俗 说他挥霍才华谋取暴力 但是这样的弯路可能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 他们都曾经走过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张大千 更多的时候是一串天文数字背后的画家 而事实上张大千正是通过自己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努力 才最终实现了渔苑龙门 成为了这五百年来的第一人 所以说上天是公平的 经得起多大敌讳 就受得了多大赞美 对于张大千 我始终敬仰 我始终敬仰